在這一講我們利用Google Docs來輸入這個方程式 首先點選插入方程式 這邊有一個可以直接選的 不過我們今天用Lattest語法來輸入 斜線SUM 然後按空白鍵就會到下面了 K等於1 再按右 就變成斜線INFTY 再按空白鍵再按右 斜線FRAC 先空白鍵 然後1 那接著是K 次方 就是那個次方符號 再輸入 那接著斜線FRAC 空白 那就是斜線Pi 對 空白 然後這個是次方符號 再往右 那接著再輸入6 這樣子整個式子就完成